她能够支持到什么程度 我一开始以为她不太能接受 后来她会陪着我一起追星 就她会为了我 然后去跟吴亦凡发信息 让她给我录一个小视频 我就惊呆了 因为海涛她知道 就是找别人录ID 是一个多么麻烦的事情 而且那时候快过年了 所以她就特地给她发了信息 而那会儿好像凡凡是 处于休假的状态 然后凡凡就录了一段视频 然后发过来 海涛可会做这种事了 就为了我去做了一件那个事情 我就觉得好感动 因为其实如果一个男生 像另外一个男生说 那个我女朋友很喜欢你 可不可以帮我录 其实要很要勇气的 那么我们公布一下女友追星等级 觉得能够接受就把手举起来 到接受不了就把手放下去 好 第一集 天天投票打榜 可以啊可以啊 不然 第二 花家里的钱去追现场 谁的钱 哈哈哈 花你的钱 花男友的钱 可以吧 我觉得可以啊 勤奋已经非常保守放下 哦这你们就不行了 这样子 你女朋友花你的钱来追我 你愿意吗 我会劝她换你换你 哈哈哈哈 开玩笑 可以可以可以 其实我觉得这个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会 所以买电影票支持自己喜欢电影演员 其实就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好了解 第三集发爱豆的朋友圈和微博 强迫男友点赞 我现在我是有八百万粉丝的人 你让我点赞 有用比较微博小号吗 哈哈哈哈 大号公司管的小号可以点吗 你干嘛又举起来了 机也可以点个赞也无所谓 坚持下来还有两个人啊 第四集可怕了 把男友的通话来电 改成爱豆的名字 这个是女生经常干的事情 真的假的 啊 啊 涛涛的电话在你的手机里存着是无意翻 凡凡 没有 海涛就是那个魔人的小妖精 如果你有一天把他改成了凡凡 他会翻脸吗 我回去试试看 好吧 不要情言试 我不是在建议 我是在提醒 哈哈